原生树获椅捕食樱桃蟑螂 这样的场面你们见过吗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原生树获椅对动静特别敏感 一点想动 它们就会炸潮 从潮里跑出来 之前的防桃叶已经干了 我需要重新捕刷一次 不然它们会顺着墙壁爬出来 我们靠近看一下 这里是活动区和椅潮的连接处 大量吃剩下的食物残渣 被它们堆积在此 我们看一下潮区 每一层都注买了蚂蚁 最顶层的蚂蚁们在喝水 看这一层 密密麻麻的 全是蚂蚁的卵 它的繁殖太快了 注意看这一只蚂蚁 它的头是黄色 这是刚出生的蚂蚁 颜色还没有变过呢 旁边有一只蚁后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屁股大大的这一只 这一摸蚂蚁 已会有四只蚁后 好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喂蚂蚁吧 放入两只蚁桃蟑螂 我们一起看一下 蚁桃蟑螂速度比较快 蚂蚁们很难抓住 但是蚂蚁们有的是耐心 它们不断的消耗蚁桃蟑螂的体力 最终蚁桃蟑螂因为体力不支 被抓住 我们靠近的蚁桃蟑螂被蚂蚁们团团团围住 蚂蚁们咬断了蚁桃蟑螂的腿 下面的画面是我用微距拍摄的 以速度渐长的蚁桃蟑螂在被蚂蚁们耗尽体力之后 只能接受蚂蚁们的围攻 虽然它也在反抗 但是蚂蚁们的数量太多了 它没有机会了 另外一只樱桃蟑螂将进了锅锅的体内 还是被蚂蚁们揪了出来 到此时为止 两只樱桃蟑螂全部被蚂蚁们抓住 虽然它们并没有放弃 还在挣扎 但是结局是注定的 这一只樱桃蟑螂的腿被蚂蚁们拆掉了 然后运回它们的巢穴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见